你他媽一堆酸民跟我說 烤溪不會疊價 以後你要賣車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的下場有多慘了啦 如果你覺得車期都不用顧 有問題就直接烤溪 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這樣子的車你就會 我們都知道原器原板件的重要性 因為這是一個 頻段我們這台車有沒有事故 有沒有受過傷的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也是車商在買賣車輛的時候 經常告訴我們說 這台車是原器原板件 希望可以讓你安心 所以原器原板件的重要性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我在上一支影片 花大錢鍍膜多傻子的留言的地方 很多人跟我站說 你不用花錢做鍍膜啦 不用花錢做包膜啦 反正漆面爛的就烤溪就好了啦 這樣還比較省錢啦 我在這邊跟大家強調一次 我不是在幫鍍膜或是貼膜講話 但是畢竟 鍍膜貼膜和烤溪 這件事情是兩回事 鍍膜跟貼膜是在車漆 狀況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把它保護起來 我們的目的是保護原器 烤溪這個行為呢 是因為我們的車漆已經受損了 我們才透過烤溪 來修復我們的車漆 所以如果你覺得車漆都不用顧 有問題就直接烤溪 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這樣子的車子就會跌價 如果你都不保護原器 你就只覺得 反正漆面爛的就烤溪就好 反正烤溪有些人便宜嘛 你不用一萬塊就可以烤了 你不保護原器以後 你要賣車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的下場有多慘了啦 我知道現在又有很多酸民 靠北我不專業 我不是車商 我憑什麼說車子會跌價 我他媽今天就call out一個車商 我就call out台北市 數一數二之名的新種汽車 就讓這個專業的中古車商 來告訴我們 烤溪這件事情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車價 欸 邱總 我想要問你一個問題啦 如果一般我們車子啊 中古車 然後他是有烤過溪的 你們在收車的時候 會不會有影響 要看他烤的規模感程度 我說錢包感貨包感靠來靠 那個是算人質長期的 那如果他是全車烤期 黑色變白色 白色變黑色 那個 我們在收上面就 會不會叫珍珠未定啦 因為中古車商 也不是買來自己要開的 是賣給中端客人 所以中端客人會去反應說 你這樣全車烤 到底是不是之前也能夠怎樣 那有多一個疑慮 那我車子也能賣 所以是會有影響就對了 會有影響 OK 好 聽到沒有人家要跟你說會影響 你當然你烤的那種 一個保感那種沒關係 但是你全車烤期 就是會影響嘛 你烤得出跟原期一樣的期嗎 不可能啦 人家隨便一個測試儀器 一個模後機 插在你的氣面上 就知道你的氣面有沒有烤過期了 你還想騙人家還是原期嗎 你沒辦法騙的啦 為什麼原期比較值錢 因為原期是所有外面的坊間烤期廠 無法取代的也不可能做到 因為原廠在烤期的時候呢 你的車子裡面 是沒有任何的內裝的 還有整個車架下去烤 而且是非常高溫的烘烤 那你現在車子都已經裝滿了 內裝椅子都裝了 影響系統都裝了 有可能把它全部拆乾淨 然後再走一次 原期烤期這樣的流程嘛 我相信市面上有類似的作法 但是怎麼樣做都不可能 100%跟原期一模一樣 這也是原期這麼值錢的原因 全車烤期淫度影響車價這件事情 取決於在你的車子的殘值的高低 你車子的殘值越高 相對的 你全車烤期過後 你影響的層面 影響的價值就越高 那你殘值如果越低 影響層面就越低 那你千萬不要什麼都不知道 就傻傻的 簽了一台可能兩年內的車 給你全車烤期 那這樣真的就非常的傷而包 車子低於50萬的殘值 你考不考期我覺得無所謂 那如果你的車價150萬以上 200萬以上 甚至是超跑等級 我非常不建議你整車沒有試 就去換色烤期 你有看過哪一台超跑 整車烤過期的嗎 如果他今天沒有問題哦 他本來是黃色的法拉利458 烤成紅色的 你有看過或聽過嗎 應該是很少吧 因為這些車主都知道 烤過期就沒價 烤過期就不值錢 誰要買全車卡夫期的超跑 你不是大壯過 誰信 那當然有一些車款 他很老年份很高 像保時解雷層 像911 他很多很老的車款 他是越老越有價值 而且他的原期原板件 程度越高 他的價格越好 所以這也在證明說 原期原板件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除非啦 今天你這台車你買來 你就是要開一輩子 老子他媽就不賣了 你要怎麼搞隨便你自己爽就好 那大部分的人 會因為年紀的需求 家庭的需求 可能會有換車的需求 所以一台車可能開個5年 10年可能就會換車了 所以我們都必須去考量到 未來換車的時候 車價的保持性 你今天買一台新車 可能300萬400萬 經過3、5年之後 可能大概有一、兩百萬的產值 你每一次給他全車考騎 你絕對會後悔莫及啊 那平常我們的車子 你要洗車打蠟 你要鍍膜 你要包膜 你要怎麼樣保養 都是你個人的選擇 你什麼都不做 也是你個人的選擇 但是當我們遇到傷痕的時候 能透過美容的方式 就用美容的方式 那有些沒辦法透過美容 可能是有一些酒窩 有一些凹痕 我們可以透過凹痕修復的方式 那如果你沒辦法透過 美容或是凹痕修復的方式 我們再來考慮 用烤漆的方式修復 因為一旦烤漆了 就失去圓漆 圓漆 這件事情 那 如果 連烤漆都不能解決 一定得板筋 一定得換板件 我們再來換板件 所以這個順序非常重要 美容 凹痕修復 烤漆 換板件 你千萬不要沒事 直接換板件 或是沒事 直接烤漆 絕對會影響到 你的車架 你的荷包 那順便跟大家補充一個嘗試 有時候我們車子有買車險 然後我們的車子可能 車門刮傷了 然後 車廠可能會跟你說 啊 你有保車險啦 我幫你出險 整片門換掉 然後你覺得說 我好爽喔 保險一眼角幾萬塊都沒用到 車廠說可以幫我換整片車 當然好 我要換車門 千萬不要做這種傻子 換車門這件事情 對車廠來說是最方便 最好處理的 它可以跟保險公司拿到錢 去做這件事情 在當下你當然沒有任何損失 你還覺得哇好爽喔 換一個新的門新的葉子板 但是 不要忘記我們剛剛講的 你一旦換了門 換了板件 換了葉子板 你就不是原板件啦各位 在未來你絕對會後悔 當初你把這個車門 把這個葉子板給換掉 到時候你在賣車的時候 難道你要跟別人解釋說 沒有啦我這個不是原板件的原因 是因為當時我一條小瓜商 那個業務跟我說 可以幫我出險 換整個車門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我沒有撞過啦 誰屌你啦 看到這邊 如果你已經不小心換了板件 該怎麼辦呢 沒辦法 你只能後悔 你太晚看到影片了 趕快按讚訂閱分享追蹤搶先看 才不會讓你的荷包繼續實行 那烤漆呢也不是沒有優點的 烤漆現在的技術 可以烤出很多可能原廠沒有的規格 沒有的顏色 沒有的花樣 如果我們單就換車色 我們不考量後續的問題的話 烤漆確實 它的完整性會比貼膜來的更好 因為貼膜怎麼貼你都會有翹邊的問題 你都有磨料壽命的問題 那一個好的烤漆 一個有水準的烤漆 它的壽命絕對是遠大於貼膜 所以烤漆有它的優點在 只是你要去評估 未來你這台車要使用多久 以及你烤漆的目的是什麼 像我自己的車 我全部的電鍍的 可能鍍刻的四條 或是說我的Logo 或是我的後面的AMG的名牌 或者全部都是用烤漆處理 那像這種地方這種小細節 如果你不用烤漆 你用貼膜是做不到這種效果的 所以像這種地方 就非常建議大家 可以用烤漆的方式去做 效果非常的好 像卡前烤漆輪框烤漆也一樣 像這種地方是不可能透過貼膜可以處理的 所以你要改設 你要走出個性彎 就只能透過烤漆來處理 最後總結一下 我這支影片是希望可以給不了解的人 去補充這一方面的知識 到底要不要因為今天這個車色 我看得不順眼 我想要整台車的顏色 用烤漆的方式換掉 決定權在於你 你爽就好 因為錢在你的口袋裡面 怎麼花 你自己決定自己爽就好 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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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